好 新进项目投资决策的考题可能涉及到六个事项 其中三个是几乎必考的常规事项 固定资产 营业收支和营运资本 另外三个是有时会考 有时不考的特殊事项 好 三个特殊事项我们先不去管它 先来给您逐个详细讲解三个常规事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常规事项 固定资产 项目投资中固定资产对现金流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分别是投资成本 折旧抵税和残值变现 项目投资决策的考题一说到固定资产 我们马上就要想到这三件事 分析固定资产的问题就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我们把投资成本折旧抵税和残值变现 合称作固定资产三件客 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投资成本非常简单 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主要是指固定资产购置的价款 除此之外 投资成本中还包括与固定资产取得相关的一些资本化的支出 这里财管和会计上固定资产入账价值的范围是基本一致的 只要是取得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必要合理的支出 都应该寄入固定资产的价值 都应该做资本化的处理 比如说运费 保费 装卸费 安装费等等 又比如说购置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不可抵扣的税费 比如买房 买家要交的汽税 买车 买家要交的车辆购置税 都是要寄入固定资产的价值 随着固定资产一并计题折旧的 好 这些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资本化支出 不能在发生的时候直接拿来抵税 而是寄入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 在后续期间里面 随着固定资产一并分期 既提折旧逐步抵税 好 固定资产相关的资本化支出 这个问题以前年度基本不考 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某一五年期的项目需要购买一处工业厂房 购置价格是900万元 买方还要另外承担三个点的期税 厂房需要进行改建 改建支出是273万元 假设改建可以迅速完成 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是五年 也就是说这项资产要按照五年期 既提折旧 预计残值率5% 执宪法既提折旧 税率25% 题目问该厂房每年 折旧抵税的金额是多少 注意 这道题目要求计算的是 折旧抵税的金额 不是折旧本身 您得记得乘以25%的税率 虽然这道题目让算的是折旧抵税 但是解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 好 我们来看 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主要是购置价格900万元 此外还要以900万的购置价格为基础 计算3%的弃税 900万乘以1加3% 把弃税也计入投资成本 然后再加上273万的改建支出 得到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的总额是1200万元 这是我们计题折旧的基础 相当于会计上所称的固定资产的原值 好 可计题折旧的总金额 等于原值1200万乘以1减5%的残值率 把1200万的95%除以5分摊到5年的期限里面 得到的是每年计题的折旧 然后乘25%的税率 得到每年折旧抵税的金额是57万元 好固定资产三件课里面 第一位投资成本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固定资产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完了投资成本 接下来我们看三件课里面的第二位 折旧抵税 折旧本身是非复现的成本 并不构成现金流 折旧对现金流的影响 完全体现为折旧带来的抵税效应 项目投资决策所关注的折旧是能抵税的折旧 是按照税法口径计算出来的折旧 不是会计口径的折旧 好下面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某投资项目需要购置一台设备 设备的购置价格是1200万元 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是5年 残值率5% 直线法既提折旧 税率25% 项目资本成本10% 假设项目的经营年限是4年 没有建设器 那么项目期限内设备折旧抵税金额的限值是多少 好 首先我们要计算 每年可以抵税的金额是多少 每年能够因为计题折旧 少交多少税 好 这时候 题杆中给出了两个年限 一个是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5年 一个是项目实际的运营年限4年 计算每年抵税金额是多少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走 计算折旧的时候 要按税法年限来计算 不考虑项目实际的运营期限 每年计题折旧的金额 等于1200万乘1减5%的残值率 然后除以5得228万元 用228乘25%的税率 得到每年折旧抵税的金额57万元 也就是说 因为有这台设备在那里 每年计题折旧 企业可以每年少交57万元的所得税 对企业来说 少交了税就等于多挣了钱 这57万视同为一笔现金的流入 好 第二个要点 企业可以享受几年的折旧抵税呢 这时候两个年限 税法年限和项目的经营年限 要按二折取期短的口径来计算 项目年限是四年 税法年限是五年 二折取期短 取到的是四年 这意味着在项目四年的期限里面 年年都能享受到一笔57万的折旧抵税 好 所以折旧抵税的金额 发生在一到四十点上 一共是四个57万 前面我们说了 折旧抵税是作现金流入 所以57万前面要写一个正号 4比57万构成了一串普通年金 我们成立四年期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就计算出了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 刚才那道题目当中 固定资产的使用 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的年限是五年 结果五年时间没到 项目结束了 这时候固定资产可以说是被提前下岗了 好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情形 某一投资项目需要购置一台设备 低段化交代的信息和刚才一道题目 给出的提干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假设项目的运营年限不是四年 而是五年 我们再来计算该设备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 您注意到这道题目里面 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是五年 项目的运营年限刚好也是五年 这意味着项目结束的时候 刚好设备的折旧年限届满 可以说是这台设备能够准点退休 六十岁一过就回家抱孩子不用上班了 好我们来计算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第一个问题 每年可以抵税的金额是多少 这个问题跟上一道题目一模一样 我们完全按照税法的年限来计算 不用考虑项目的经营年限 每年折旧的金额是228 每年折旧抵税的金额是57万元 57万这数字您肯定还有印象 好第二个要点 可以享受几年的折旧抵税 按照税法年限和项目使用年限 二者数短的口径来计算 这道题目中 项目年限是五年 税法年限也是五年 所以企业可以享受五年的折旧抵税 这意味着在项目期限里面 每年都有折旧抵税 好五个57万分布在一到五十点上 我们把它作为五年期的普通年金来做折线 计算出折旧抵税的限制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形 投资项目需要构建一台设备 低段化交代的信息 跟前两道题目交代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假设项目的运营年限是六年没有建设器 好 这意味着 虽然税法认为 设备只能使用五年按五年计提折旧 但事实上 设备的使用寿命超过了五年 可以用到六年 即使折旧年限届满 能提的折旧全部已经提足了 设备还可以继续在项目当中发挥余日 第三种情形属于超期服役的情形 好 我们来计算这种情况下 设备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 第一个问题 每年抵税多少 跟前两道题目完全一样 按税法年限来计算 计算结果是57万元 好 第二个要点 能够享受几年的折旧抵税 按照两个年限属短的口径来计算 项目年限六年 税法年限五年 两者取期短 这个项目能够享受五年的折旧抵税 这就意味着在项目期限里面 前五年有折旧抵税发生 最后一年 固定资产以残值挂账 不再计题折旧 也就没有了折旧抵税 好 学会计的同学都知道 已经提俗折旧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在后续年限里面不能再计题折旧了 您可以把固定资产的整个投资成本 也就是固定资产的原值 试作是一个桃 而净残值就是这个桃壶 投资成本和净残值之间的差别 是可以计题折旧的金额 相当于这个桃可以吃的部分 你把果肉都吃完了 最后固定资产只剩下净残值了 相当于这个桃就剩一个桃壶了 您就不要再啃了 再啃那就得把牙割掉了 好 我们列出表格 折旧抵税发生在项目的前五年 也就是说折旧抵税的金额出现在一到五十点上 第六年设备继续使用 但不提折旧没法抵税 所以我们把五年无比折旧 当作普通年金来做直线 计算出折旧抵税的限制 这道题目的计算结果 和刚才那道题目 也就是设备准点推休的题目 数字上是完全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固定资产折旧抵税的要点 第一个问题 每年抵税的金额是多少 要按照税法口径走 按税法年限来算 好 这就怎么提法 完全看税法的规定 不要去管会计上的规定 这就分几年计题 要看税法的年限 不要去管项目年限 好 第二个要点 企业能够享受几年的 折旧抵税 这时按照税法年限和项目期限 两者取其短的口径来计算 如果项目年限小于税法年限 或者项目年限等于税法年限 这两种情况下 项目年限内年年都能享受到 折旧抵税 好 如果项目年限超过了税法年限 那么项目年限内 只有前几年有折旧抵税 超过税法年限的 后续的那几年 是没有折旧抵税的 好 折旧抵税的问题 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同学们 前面我们给您讲解了 固定资产折旧抵税 考题中常见的三种情形 一是提前下岗 二是准点退休 三是超期服役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折旧抵税的问题 下面要讲的是考题中 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情形 好 某项目需要建设一处厂房 低段化的信息 跟前面三道题目的提干信息 是完全一致的 项目有两年的建设期 建设期之后进入运营期 运营期是四年 现在问 项目期限内设备折旧抵税的 限值是多少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的解析 第一步先要计算每年抵税多少 按税把口径走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57万 跟前面三道题目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 我们考虑 折旧抵税存在于哪几年 提干中告诉我们 项目有两年建设期 四年的经营期 好 可以计题折旧的年限 是四年的经营期 两年建设期内是不提折旧的 因为在建设期 固定资产还不能称之为固定资产 它以固定资产的前身 以再建工程的形态存在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在建工程是不能既提折旧 也无法享受折旧抵税的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建工程转雇之后 才真的变成固定资产 才能既提折旧 享受折旧抵税 这道题目 前两年的建设期内 没有折旧抵税 后四年的经营期内 才有折旧抵税 这样可既提折旧的项目年限 是四年的经营期 税法规定折旧年限是五年 两者取期短 可以既提折旧的年限 是项目的后四年 好 后四年 每年57万元的折旧抵税 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 递延年金来做执信 好 第一步 先用57万元 乘四年期的年金限值系数 解决收支期的问题 因为还递延了两期 最早的一笔 现金流出现在30点 往前看一期 看到20点 所以第二步折线 还要再按照 复利限值系数 来折两期 最后得出 折旧抵税的限值 好 再来看下面这道题目 某项目 需要使用一台 两年前就已经购买的旧设备 好 这道题目 考察的是 现有设备的折旧抵税 好 第一段话里面 其他信息跟前面的题目 是完全一样的 项目的运营年限是四年 没有见识器 问折旧抵税的限值是多少 好 第一步 每年折旧抵税的金额是多少 跟前面的题目一样 还是这个数字57万元 好 设备是两年前购买的 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是五年 项目期限是四年 由于设备已经使用了 两年已经记提了两年的折旧 所以税法上还能再提三年的折旧 剩余的折旧年限是三年 我们要拿剩余的折旧年限和项目的年限四年两者比较取较小的那个数 得到的结果是三年 也就是说 在项目四年的期限里面只有前三年有折旧抵税 最后一年能提的折旧都已经提足了 设备以残值挂掌不再记提折旧 没有折旧抵税 折旧抵税的金额构成了一串三年期的普通年金 57万乘以三年期的年金限制系数 得出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的两道题目 如果项目存在建设期 那么建设期内没有折旧抵税 经营期内才有折旧抵税 如果项目使用的是旧设备 那么只能在税法给出的剩余折旧年限里面 享受折旧抵税 好 我们前面给大家的题目 税法规定的折旧方法是直线折旧法 每年折旧金额相等 折旧抵税的金额相等 可以按照年金来算限制 但是个别考题中 可能会出现加速折旧法 比如这道题目 设备的购置价格是1000万元 税法规定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进行折旧 折旧年限5年 残值率5% 税率25% 资本成本10% 项目经营期限是三年 没有建设期 我们来计算折旧抵税的限制 好 第一步 我们计算项目经营期限三年里面 每年计题的折旧金额 按照标准算法来计算 第一年的时候 设备刚买回来 还没有计题 折旧 双倍余额递减法里 所谓的余额 其实就是设备的原值 1000万 双倍余额 意味着要在余额前面 乘以二 然后乘以年值旧率 五分之一 得到400万的 值旧额 好 第二年 由于第一年 已经提了 400万的值旧了 所以 双倍余额递减法 这个词里面的 余额 这两个字 变成了 1000万 减 400万 还剩下600万 在600万余额的基础上 乘以一个二 然后乘五分之一的 年值旧率 得出第二年 计题的值旧金额 240万元 好 第三年 值旧金额 依此类推 计算第三年 值旧的时候 所谓的余额 要减掉前两年 计题的值旧 也就是在1000万基础上 减掉第一年的400万 减掉第二年的240万 好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 每年计题的值旧金额 还有另一种计算方法 我们算出第一年的 折旧金额400万之后 第二年以及以后每年的 折旧 在上年折旧的基础上 直接乘以一减两倍的 折旧率 就可以计算出来 得到的结果 跟第一种算法 得到的结果 是完全一致的 三年期间 每年计题的折旧金额 分别是400万 240万和144万 好 第二步 我们来计算 折旧 抵税金额的限制 好 前面我们算出了 三年 每年 折旧的金额 折旧金额本身不是现金流 既然不是现金流 所以体现在表格中 每一个数字前面都不带正负号 好 然后 我们拿每一笔折旧金额 乘25%的税率 算出每一年 折旧抵税的金额 折旧不是现金流 但是抵税代表了现金流 所以折旧抵税这一行的数字 要带正负号 抵税金额事作流入 所以每一笔金额前面 带着的都是正号 好 三笔折旧抵税的金额各不相等 这时候没法作为年金来做直线了 只能老实巴交的逐步进行直线 第一笔折旧抵税金额100万 除一加10%的一次方 第二笔第三笔 分别除一加10%的二次方 三次方加在一起 得到折旧抵税的金额 好 固定资产的折旧抵税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同学们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固定资产三件课当中的前两位 投资成本和折旧抵税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第三位残职便谢 项目投资决策的考题 遵循泄墨杀驴的基本原则 即使题杆中没有特殊的说明 我们默认 只要是项目终止了固定资产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就要对它进行变现处置 泄墨杀驴不等于这头驴就人间蒸发了 驴杀掉之后 驴皮可以做鹅椒 驴肉可以做火烧 同样项目结束了固定资产并不是直接就扔到海里 你可以挂在咸驴网上按照二手价格卖出 最不挤 拉到废品回收站卖废铜烂铁 也能多少卖以出点钱来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固定资产残值变现的问题 好 固定资产 拉到废品回收站卖出来的钱 我们把它称作固定资产的变现价值 这个变现价值是一笔税前的现金流 买固定资产不会产生损益 不用考虑税 但卖固定资产可能会产生损益 这就要考虑税收影响了 所以我们说的固定资产残值变现的金额 是指考虑税收影响之后 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税后现金流 残值变现的计算原理非常的简单 但是过程会比较繁琐 好 前面我们说 固定资产拉到废品回收站 卖废铜烂铁卖出来的钱 称作变现价值 这是一笔税前的现金流 而我们要算的残值变现的金额 是税后口径的现金流 我们还需要考虑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带来的抵税的效应 变现价值和账面价值综合考虑 计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所以接下来我们分三步 讲解残值变现金额的计算 第一步 先来看变现价值 也就是税前处置的现金流 这个金额绝大多数考题中 会直接告诉你 有的考题中 既告诉你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价钱 还会告诉你固定资产发生的清理费用 比如说 您要把这不用的机器设备 抬到费品回收站去 得雇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帮您扛过去 起码得给人家500块钱的工钱 那么这笔清理费用 我们要拿来 抵减固定资产的处置价格 处置价格 减掉清理费用 得到的是固定资产的变现价值 好 第二步 我们要计算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谓账面价值 是指在项目结束处置固定资产的时候 固定资产扣掉累计折就剩下的价值 也就是折余的价值 账面价值怎么计算 我们得分情况讨论 第一种情况 项目的运营年限 短于税法的折就年限 设备还没有提足折就 就会被迫提前下岗 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某项目需要价值1000万的设备 税法规定折就年限5年 残值率5% 直线法计题折就 项目的运营期限是4年 那么第4年年末项目结束的时候 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好 在第4年年末的时候 设备上能提的折就还没有全部提足呢 还有一年的折就没来得及提 这意味着项目结束的时候 设备的账面价值里 既包括5%的残值 也包括还没来得及记提的最后那年的折就 相当于这桃 你还没有吃完 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那么垃圾桶里既有这桃壶 也有你没有啃干净的果肉 这时候计算账面价值稍微有点麻烦 我们要用1000万的原值 减掉4年时间里累计记提的折就 每年记提的折就是1000万乘95% 再除以5乘以4 得出4年的累计折就 1000万减掉累计折就 得出处置时点的账面价值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形 项目的运营年限刚好就等于税法的折就年限 这意味着设备可以准点退休 60岁就退休回家抱孙子去 好这道题目与上一道题目的数字是基本一致的 我唯独改了一个地方 把项目的经营期限改成了5年 我们来看项目结束第5年年末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税法规定分5年提折就 刚好项目经营5年 第5年年末 税法规定的可计提的事就全部提足了 相当于这桃子上的果肉被你啃得干干净净 扔到垃圾桶里的就一个桃壶 所以这时候项目结束时设备的账面价值就等于5%的残值 好最后一种情形 项目的运营年限超过了税法的折就年限 项目要超期服役 60岁之后还得在单位继续干活发挥余热 好在前面题目的基础上 我把项目的运营期限改成6年 第6年年末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好前5年能提的折就全部已经提足了 第5年年末设备就只剩下了残值了 第6年设备账面价值不再发生变化 以残值挂账不提折就 所以第6年年末的账面价值等于5%的残值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讲过的三种情形 项目的运营年限短于税法的折就年限 设备提前下岗的情况下 处置时账面价值的计算稍微麻烦一点 您得费心花点时间算 用原值来捡累计折就 好另外两种情形 项目运营年限等于税法折就年限 设备准点退休 项目运营年限超过了税法折就年限 设备超期服役 这两种情况下 残值计算特别简单 就是税法规定的不能提折就的那块残值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步 前两步我们分别计算出了账面价值 变现价值 把这两个价值综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计算出固定资产残值变现的金额 也就是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税后现金流 好我们来看这道练习题 某项目需要一台价值1000万元的设备 税法折就年限5年 残值率5% 直线法计题折就 税率25% 项目运营年限是4年 假设4年后设备的变现价值是300万元 那么处置该设备取得的税后现金流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目的解析 首先我们来计算项目结束的时候 也就第四年年末 扣掉累计折就设备的账面价值还剩多少 我们这里用账面价值这个词 其实不是特别严谨 严格来讲 我们应该把它称作税把口径的计税基础 但是这里我们毕竟不是在讲所得税会计 您理解这个意思 能把数算对就可以 不用咬文嚼字 好 税法折就年限5年 项目只运营4年 设备被提前下岗还没有提足折就 所以这时候账面价值要用原值 减掉四年里面累计以计题的折就 得出账面价值240万元 好 第二个价值是变现价值 提杆中直接给出了数字300万元 好 账面上价值240万的设备 拉到二手货市场上一卖 居然卖出了300万元 那么从账面角度来看 企业处置资产的环节赚到了 它取得了60万元的资产处置的收益 企业一赚钱税务局可就眼红了 你赚到60万不交税肯定是不行的 就这60万资产处置的收益 企业要交15万的税 这样税前企业收到300万 但是还得拿出15万来交税 300万减掉15万交税的金额 剩下的是税后的残值变现金额285万 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 学员朋友们肯定是都能理解的 这个题目即使我不讲拿到你面前 你肯定也会做 但问题是您如果这么算的话 计算的过程比较繁琐 你的心情会极度的烦躁 首先您得考虑账面价值变现价值 两者赎高赎低 您得分析 处置固定资产的环节 是赚了是赔了 有收益有损失 然后还要考虑 到底是要交税还是可以抵税 交税金额抵税金额 在算残值变现的时候 到底是算加法还是算减法 好 每一个小问题都特别的简单 但是问题一多 就会让你变得极度烦躁 更何况考场上时间紧张 往往人忙无志 只要是你一步想错了 最终计算结果就会出错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现实可行 简便的计算方法 好 第一种方法 硬套公式 我们不妨假设 变现价值高于账面价值 处置环节是需要交税的 用变现价值减掉要交税的金额 好 变现价值跟账面价值的差额 是处置环节产生的应纳税的所得 然后拿它乘以税率 是处置环节要交的税 变现价值减掉要交的税 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好 如果说变现价值比账面价值低了 处置环节有损失 损失可以抵税怎么办 这时候你依然直接套用这个公式 该是这个括号里面 永远拿变现价值减账面价值 不管二者赎高赎低 由于我们是要硬套公式的 所以这种方法称作硬套公式法 好 回到刚才这道题目 我们前面分别算出了账面价值240万和变现价值300万 按照硬套公式法的逻辑 你不要比较二者赎高赎低 直接就往公式里面代数 用300万变现价值减掉变现价值减账面价值的差额 乘25%的税率 你把这一串公式敲到计算器里 按等号计算器就会给你爆出正确的数字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算法 一账三变法 当税率是25%的时候 残值变现的金额 是账面价值变现价值两个数 按照1比3的比例关系勾兑出来的 或者说是两个数按1比3加权平均得到的 好 这样 残值变现的金额 等于账面价值乘以0.25 也就是四份当中的一份 加上变现价值乘以0.75 也就是四份当中的三份 按照一账三变的方法计算 前提条件是税率是25% 08年税改之后的财管考题 除了极个别的一两道题目之外 其他所有题目给出的税率 清一色的都是25% 假如你遇到了极为变态的题目 税率不是25% 这时候就不能直接使用 一账三变的方法来计算了 要用账面价值乘以税率 加上变现价值成立 一减税率 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好 某一位上市公司的会计 不堪重负跳楼自杀了 警察调查死因的时候 在他的电脑里面看到了这样一个文件夹 好 里面 有18年的财报 说的是最终版 但是后面还有修改 绝对不改版 还有修改 甚至再改不是人版 还有123的修改版本 事实上 做会计人最烦的是什么 最烦的就是报告三番五次的做修改 明明一套账改来改去 这就叫一账三变 当税率是25%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账三变的办法 对账面价值变现价值按照1比3的比例 加权平均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好 回到刚才那道题目 现在账面价值知道的是240万 变现价值知道的是300万 根据一账三变的方法 我们按照1比3的比率 对这两个数字做个加权平均 变现价值占三份乘0.75 账面价值占一份乘0.25 加在一起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285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道题目 第一段话跟刚才的那道题目是一模一样的 项目运营期限是四年 四年后设备的变现价值是202万元 但是处置环节还要发生清理费用2万元 那么处置设备收到的税后的现金流是多少 好 这道题目 账面价值的计算跟前面一道题目是一样的 原值减累计折旧得到240万元 变现价值要在202万元的基础上减掉2万的清理费用 得到200万元 好 账面价值变现价值两个数字都有了 我们可以硬套公式 虽然这道题目 账面价值要比变现价值高 处置环节有损失 但是根据硬套公式法的逻辑 你不用考虑两个价值赎高赎低 直接就往公式里面代数来计算 好 200万变现价值减掉 200万减掉240万的差额成25% 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好 第二种方法 按照一账三变的方法来计算 其实更简单 不用被公式 账面价值占一份乘0.25 变现价值占三份乘0.75 根本就不用考虑谁减谁 因为公式当中没有减号 根本就不用比较账面价值 变现价值 孰高孰低 直接按1比3的比例勾兑 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 210万元 好 固定资产的残值变现 我们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 刚才我们给您讲解了固定资产 残值变现金额的计算方法 一账三变的方法 好计好算 只要题目给出的税率是25% 我们就强烈推荐大家 用一账三变的方法来计算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讲解 固定资产残值变现 可能涉及到的几个特殊的问题 好 假公司 你购置一台设备 设备预计使用5年 实际上告诉我们 项目期限是5年 设备无需安装税法规定 直线法既提直救 那么下列哪一种情况下 该设备税后处置的现金额 一定为零 好 提干给出的信息特别少 量化的信息只有一条 就是项目年限是5年 没有给出设备的投资成本 也没有给出税率 好 题目让我们判断的是 什么情况下设备税后处置的现金额 等于零 按照一账三变的原理 税后处置的现金额 也就是残值变现的金额 是账面价值 变现价值 两指的加权平均 通常两个价值都是非负的 所以只有这两个价值都等于零的情况下 残值变现的金额才会等于零 只要这两个价值里面有一个数字不为零 那残值变现的金额就不会是等于零的 好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四种情形 提干给出了设备使用的年限是5年 N选项折旧年限是3年 要没有残值 好 这意味着 在项目五年期限里面 能提的折旧全部已经提足了 前三年就把该提的折旧都提完了 提干又说没有残值 这意味着项目结束的时候 这个桃能吃的果肉都被你啃光了 这桃又没有桃壶 那么意味着第五年年末这桃是什么都没有了 A选项中账面价值等于零 又说五年后变现价值等于零 两个价值都为零 我们可以推出残值变现的金额等于零 好 在项目五年的期限里面 该提的折旧还没有提足 虽然没有残值 但第五年年末的账面价值并不等于零 账面价值里面包含着尚未计题的折旧 那些没有被啃干净的果肉 好 变现价值等于零也没用 两个价值里面一个不为零 残值变现的金额就不等于零 好 第选项 折旧年限是五年 但是有10%的残值 项目结束的时候 刚好把能吃的果肉都吃了 但是还有10%的残值在那 还有那个桃壶在 所以账面价值不等于零 即使变现价值等于零也没用 残值变现的金额不为零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目 甲公司购置一台设备 预计使用五年 设备的购置成本是2000万元 无需安装 税法规定直线法既提折旧 残值率是10% 五年后变现价值是200万元 问当该设备的折旧年限是多少年的情况下 五年后处置该设备收到的税后现金流等于200万元 您注意到 这道题目提干里面没有给出税率 事实上解题计算也不需要用到税率 好 提干给出的200万的变现价值 代表的是 处置设备收到的税前的现金流 题目问 什么情况下 税后现金流等于税前现金流 也是200万 实际上就是问 什么情况下 处置固定资产不会带来税收影响 好 处置固定资产环节 我们考虑的两个价值 一是账面价值 二是变现价值 只要这两个价值不等 那么处置环节不是有收益 就是有损失 有收益或者有损失都会带来税收影响 导致税前税后的现金流不一样 那么这就意味着只有两个价值相等的时候 处置固定资产不赚不赔 不会带来任何的税收影响 这时候税后残值变现的金额 才等于税前的变现价值 好 这道题目 提干给出了变现价值是200万 所以我们只要确保处置资产时账面价值也是200万就可以 资产的原值是2000万 残值率是10% 资产的残值刚好就是200万 所以我们只要确保在项目五年期限里面 该提的值就全部提足 第五年年末设备达到残值就可以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要选择的情形 是折旧年限小于五年或等于五年的情形 A选项的折旧年限三年小于五年 B选项的折旧年限刚好是等于五年 AB选项这两种情形下 能提的折旧全部提足 处置时的账面价值等于残值200万 等于变现价值200万没有税收影响 税前税后现金流相等 好我们来看残值变现的最后一道题目 某项目需要使用两年前购买的 当年购买价格是1000万元的一台旧设备 税法规定折旧年限五年 残值率5% 直线法计题折旧 如果在现在时间点上直接处置这台设备 能取得的变现价值是500万 预计项目期限是四年 如果这设备接着用四年之后再卖 可就卖不到500万了 四年后的变现价值只值250万元 好假如企业决定不投资这个项目 设备在当前就可以立即处置 如果企业决定投资这个项目 设备就会被这项目占用 当前无法处置四年之后才可以处置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计算 假设当前处置该设备和四年后处置该设备 两种情况下取得的税后现金流分别是多少 我们先来看当前处置设备的税后现金流 税法规定折旧年限是五年 截止当前设备刚刚使用了两年才提了两年的折旧 所以这时候账面价值不能按残值5%来算 要用1000万的原值减掉两年计题的累计折旧 得到620万元 当前的变现价值是500万元 好套用一账三变的公式计算出当前的残值变现金额 如果不投资这个项目 那么企业能够拿到530万元当前的税后现金流 好第二步我们来计算 未来四年后处置该设备能收到的税后现金流 好首先计算账面价值 设备已经使用了两年 如果再使用四年 总共使用年限六年 超过了折旧年限五年 这样到第四年年末 这台已经用了六年的设备 账面价值只剩下桃壶 只剩下5%的残值了 这时候账面价值就好算了 直接乘5%得到50万元 四年后的变现价值是250万元 套用一账三变的公式 得出四年后残值变现的金额 好我们来看这道题目解题思路的示意图 设备是旧设备 已经使用了两年 在零时点的时候 账面价值620 变现价值是500 一账三变计算出当前残值变现的金额 不投资这个项目 当前能够拿到530 如果再使用四年 账面价值只剩下了50万的残值 变现价值降到250万 套用一账三变得出残值变现的金额是200万元 如果决定投资这个项目 设备还要继续使用四年 能拿到的金额就不是现在的530 而是未来的200万 好残值变现的问题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学员朋友们 到此为止固定资产三件课 投资成本折旧底税残值变现 我们全部讲完了 接下来我带着大家来做一道综合练习 这是2016年综合题的最后一问 有一定的难度 只要是您把这道题目顺利做出来 就意味着固定资产对项目现金流的影响 您已经理解到位了 好假公司 你投资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 项目建设期是一年 经营期是三年 项目资本成本8% 税率25% 生产设备的购置成本 在建设期开始的时候一次性支出 税法规定 折旧年限是四年 残值率5% 直线法 既提折旧 如果生产设备的购置价格增加一千万元 也就是当初买设备你得多花一千万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这件事情对项目的净现值会有什么影响呢 显然 现金流出增加 会导致项目的净现值减少 关键是净现值会减少多少金额呢 好 这道题目 考察固定资产对现金流的影响 我们从投资成本折旧抵税和残值变现 三个角度入手来考虑这个问题 好 首先 生产设备的购置价格增加一千万 意味着投资成本增加一千万 这是增加了零时点的现金流出 好 我们还要考虑到 买设备的时候花钱多了 设备入账的价值高 后续期限 计题的折旧多 折旧抵税的金额也会增加 设备的原值增加一千万 那么每年计题的折旧会增加一千万乘95%除以4 然后乘以25%的税率 得出因为设备购置价格增加导致每年折旧抵税的金额会增加59.38万元 好我们再来考虑固固定资产三件课里面第三件事情 残值变现 残值变现金额的变化 我们要从账面价值变现价值两个角度来考察 好 设备的购置价格增加一千万 导致固定资产的原值增加一千万 每年计题的折旧相应也有增加 折旧增加的金额是一千万乘95%除以4 那么三年下来累计折旧增加了多少呢 用每年折旧的增加额乘以3得出累计折旧的增加额 好原值上的增加额一千减掉三年累计折旧的增加额 得出了固定资产处置时账面价值会增加287.50 好提杆中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这意味着买设备的时候多花一千万 将来卖设备的时候该卖多少钱还卖多少钱 而且变现价值并不改变 好按照一账三变的原理 因为账面价值增加了287.50 所以残值变现的金额会增加287.50乘以0.25 因为变现价值那边是零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一账 不需要再计算三变的金额了 好事实上因为处置时账面价值增加 所以处置固定资产环节可以拿来抵税的金额增加了 由此导致了税后残值变现金额的增加 好根据我们前面的计算 我们得到了固定资产购置成本增加一千万 会带来的三方面的影响 投资成本增加一千万 每年的折旧底税增加59.38万元 最终的残值变现金额增加71.88万元 好投资成本是零时点的现金流出 投资成本增加意味着现金流出的增加 所以这一千万前面要写一个负号 好折旧底税发生在运营发生在经营期内 建设期内不提折旧没法抵税 折旧底税增加意味着 适同于现金流入的增加 所以在二三四时间点上 每个时间点都会多出一笔59.38万元的现金流入 好残值变现发生在最后一年的年末 也就是四十点 残值变现金额的增加 视为是一笔现金的净流入 好最后我们来计算表格中 现金流入流出对净现值的影响 零时点的现金流 负一千万不需要做直线 二到四十点的三笔59.38 我们作为地延年金进行直线 先乘以三年期的年金限制系数 解决收支期的问题 再除以一加8% 解决地延期的问题 这是两部折现法的思路 最后四十点增加的残值变现的金额 71.88出一加8%的四次方进行直线 把这三部分金额的直线值汇总在一起 得到负的805.47万元 显然对于项目来说 设备购置成本的增加 这是个不利的变化 会导致净现值的减少 因此我们算出来的净现值的变化数 是一个负数 负数代表净现值减少 好 固定资产的问题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